生命旋律 在主前七百多年的时候 以色列国正处在一个宗教信仰最腐败的时期 当政的雅哈王和她由外邦取来的王后耶喜别 在京城撒玛利亚建造了巴黎的神庙 一方面积极地鼓吹百姓敬拜巴黎这个异教的假神 另外一方面又迫害忠信耶和华神的人 于是神透过先知伊利亚向雅哈王宣布了神的刑法 那就是会有三年不下雨也不降路 而巴黎这个迦南人奉为风暴和农作之神的 却不能为他们降下雨水来止住汉灾 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 在这段干旱无语的期间 神却赐给她忠心的仆人伊利亚有特殊的恩典 最初神吩咐伊利亚到一条叫基利西的小溪旁去避难 在那里她可以喝溪里的水 而且每天的早晨跟傍晚 神都安排了乌鸦刁饼又刁肉去给她吃 等到溪水干了之后 神又吩咐她到一个叫沙勒法的外邦小镇去 在那儿找到了一位敬畏神的寡妇以及她的儿子 就接受他们的招待 事实上那个时候 撒勒法也正受着汉灾的影响 而那对母子也在困乏之中 那么 伊利亚怎么好在那个时候去给他们添麻烦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件事情的经过情形 圣经《猎王记》上第十七章告诉我们说 先知伊利亚 遵照神的吩咐到撒勒法去了 在城门口 她看见一个寡妇在那儿捡柴 伊利亚就对她说 请你给我一点水喝 当寡妇正要去拿水的时候 伊利亚又补充一句说 请你也顺便带点饼来给我吃吧 寡妇听了之后面有难色地回答她说 我对着永生耶和华里的神发誓 我没有饼 我家里仅有的只是罐子里的一把面粉 跟瓶里的一点点的橄榄油 我到这儿来捡柴 是要带回家去预备仅有的一点食物 给我们母子两个人吃的 那是我们最后的一顿饭了 以后我们就只好等着饿死了 伊利亚就安慰那个寡妇说 不要担心 去做你的饭吧 不过请你先做一块小饼来给我 然后用剩下的做给你跟你的儿子 因为我所敬畏的以色列的神 这样应许说 一直到我降雨的那一天 罐里的面粉用不完 瓶里的油也用不尽 寡妇就照着先知伊利亚的吩咐去做了 结果大家都有足够的食物吃 而且吃了好些日子 正如神借着伊利亚所承诺的 罐里的面粉没有用完 瓶里的油也没有用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扎勒法寡妇家里的那一点点的面粉跟油 怎么会变成那么多 以至于让他们在三年干旱期间 都没有挨饿呢 这个变化的过程我们不会明白 不过有一件事情倒是相当肯定的 那就是如果没有神的参与 这一点点的面跟油 的确是连寡妇母子自己都吃不饱 别说是招待先知伊利亚 那更不要说是度过那么长的一段日子 所以有人曾经说过 在神的手中一点点就是无限 神的大作为就是从寡妇家中的那一点点的食物开始的 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举出好些类似这样的奇妙作为 例如亚伯拉罕跟撒拉只剩下老麦不能生育的身体 但是因为神的应许 他们就生了伊萨 摩西身无分文地逃出埃及 最后只剩下一根牧羊人用的手杖 但是因为神的参与 这只手杖可以行神迹 作为神赐给他权柄的一个证据 让他可以带领上百万的以色列人 脱离埃及这块为奴之地 又比方说少年大卫 他用非常简便的甩食鸡弦 再加上了神的参与 他就击倒了菲利士巨人戈里亚 使得以色列的军队大获全胜 当然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在四福音里面所记载的 那个献出五饼二鱼的小男孩 主耶稣就是用这一点点 只够一个小男孩吃的食物 他喂饱了五千多人 这些人都是平凡的人 也可以说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但是因为加上了神的作为 所成就出来的事情 就变得非常的不平凡了 艾文斯牧师他曾经说过 我必须学习 永远不以我的尺寸 来衡量神的资源 这话真的是对极了 这实在是我们每个基督徒 都应该学习的功课 不用自己的尺寸 来衡量神的作为 真的 我们很多时候 都像撒勒法寡妇 最初的心态那样 担心着 我这仅有的一点点 有什么用呢 但是 没有想到 当我们愿意照神的吩咐 交出来 使用出来的时候 却变得那么样的丰盛 甚至后来 我们都没有办法再辨认 那就是从最起初的 那一点点变出来的 因此我们几乎可以非常肯定地说 如果有人在跟随主的路上 不断地缺乏 或者是不断地软弱跌倒 那一定是因为 没有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点 交托在神大能手中 没有让神 把我们的有限 变为无限 在以赛亚书六十章二十二节 神曾经应许说 你们最小的家 要成为大族 最弱的族 要成为强国 我是上主 在时机成熟的时候 我要迅速地使这事发生 是的 让我们时常记住神的应许 不容许目前仅有的一点点 来限制了 神要透过我们所彰显的大作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撒勒法寡妇的故事 除了提醒我们 不要因为自己的有限 来限制神的作为之外 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 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 应该向谁去求助 这位撒勒法的寡妇 虽然是个敬畏神的人 也认识伊利亚是神的先知 但是她最初并不懂得去依靠神 去求神帮助 我们的情况呢 也很类似 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 我们可能也是无可奈何地叹息说 唉 谁来管我们呢 只有绝路一条罢了 但愿我们在听完这件事情之后 就不再说这种 让神伤心的话了 因为神永远是我们的供应者 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 而且她的眷顾是丰富无比的 所以我们不要像亚哈王那样 靠错了假神遭到灾难 而要像先知 伊利亚那样 自己全心全意地信靠真神 而且也影响别人 回头去依靠神丰富的供应 神交托给主耶稣 他人藏你所需 把种担交托给他 你信任他你障碑光 挥挥到切的自由 只要在那高中心求 全交托给主耶稣 他姑娘 全交托给主耶稣 他担负你重罪 他恩恬真等候你 他是爱你在大高中 你的老苦和重担 能得高知平静来静 全交托给主耶稣 他姑娘 全交托给主耶稣 他愿意识 他愿着你顺许 把种担交托给他 你信任他你障碑光 把揮挥到切的自由 只要在那高中心求 全交托给主耶稣 他 از做作为主耶稣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